这101条斑点狗宝宝 生命危在旦夕 因为这个邪恶的老女人 要用他们的皮毛制作礼服 女人的变态行为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老马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一个后踢 将女人踹出十米开外 但女人为了礼服极其亢奋 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于是她又小心翼翼进入马棚 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动静 茅草堆里的狗宝宝 顿时吓得不敢吭声 女人悄悄拿起份叉子 狠心的向下一叉 还先不过瘾 抡起份叉不停来回抽叉 幸好狗宝宝都幸运躲过 女人非常不爽 又开始丧心病狂的翻查草堆 就在这时 女人突然发现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伸出手用力一耗 不料却耗中了一头老母猪的尾巴 躲在一旁的狗爸爸 看准时机推倒住的 母猪瞬间跌落 女人被压制身下 瞬间动弹不得 一时间无数斑点狗宝宝 趁机从茅草堆内冲出 迅速转移 不久后女人再仔细身 扒开窗帘一看 瞬间崩溃 原来狗宝宝们全跑了 女人想要追赶 刚一转身 发现一只小浣熊 戴着他的帽子 对他疯狂嘲讽 女人暴怒 刚要发作 不料浣熊同伴推动机关 女人直接栽入粪头 小浣熊见创 兴奋的接掌庆祝 但很快 女人裹着满身的爸爸又来了 偷狗不成 反被畜生刷 女人气急败坏 对着屋内的畜生们 就是一阵打骂 老马实在忍无可忍 抬高前提 重重踩踏住木板 直接把女人撬上半空 冲出窗外 不偏不倚 刚好落进粪坑 就在这时 警察正巧赶来 幸运的捡了个贼婆娘 而逃之半路的狗狗们 也幸运的碰到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按照狗牌上的地址 将他们一一送回了家 但不幸的是 还有很多狗狗 已经找不到主人 如果没人收养 他们就会被人倒毁灭 于是狗爸爸一家 决定收养剩下的狗狗 一时间 狗宝宝们开心的跳下车 纷纷冲入狗爸爸家 不多不少 刚好101条斑点狗